hello大家好 我是講故事的老飄 那麼今天呢 給大家分享的是由網友 田曉田兒 提供的這麼一個親身經歷 是關於他做死 玩筆仙之後的一系列怪事 那麼08年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咱們的田兒 剛參加工作沒多久 經常去找姐妹玩 很多時候呢 會住在她的姐妹家裡 那會兒呢 兩個姑娘啊 年輕 膽大 並且無知 有天夜裡啊 12點多了 很無聊嘛 她這個姐妹呢 就提議說玩筆仙遊戲 這個田兒一聽 特別的好奇 並且呢 很興奮 那兩個人呢 把出租屋的房門給打開了 哇夜裡12點多 真的是夠膽 好了 倆人呢 在紙上只畫上東西 寫好些字 就開始玩了 念了口訣 遊戲開始了 讓田兒想不到的是啊 這個筆啊 真的動了 而且這個力量呢 很奇怪 絕對不是她跟她姐妹 故意動的 這個筆仙呢 也回答了她們倆 很多的問題 那當時這個田兒啊 第一次玩 並沒有覺得說害怕 反而呢 感覺很神奇 那麼當天結束之後 也沒有發生什麼 第二天 第三天 倆姑娘又玩了 該說不說的啊 老飄覺得呢 這個真的叫找事兒了 果然 就在第三天 她玩的時候呢 出問題了 夜裡一點多玩的啊 也是把那個房門給開著 那這次不同的是啊 到遊戲後期 這個田兒 她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啊 不舒服了 就感覺到脖子很沉 心跳很快 頭呢 很暈 像是這個身上啊 像是東西一樣 然後呢 這兩個姑娘啊 就結束遊戲了 遊戲結束之後 田兒那種奇怪的感覺呢 並沒有消失 而且很明顯啊 她感覺 玩筆线的時候 握筆的那隻手 很難受 那只要一放鬆呢 就忍不住的想做畫圈的動作 這個田兒呢 腦洞也夠大 拿了一張紙 拿著筆 她試了一下 居然真的會忍不住畫圈 一直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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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就感覺不對了 她姐妹呢 倒沒什麼異常 那麼當天呢 也沒當回事 就睡下了 好到了第二天啊 等這個田兒一回家 立馬就病了 怎麼形容呢 就覺得說啊 她身體裡面 好像是還有另外一個人一樣 腦海裡呢 時不時會有人 跟她講話 那這個時候呢 就感覺很難受 而且啊 很多時候這個田兒 是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但是呢 這不是她本意 就好比說啊 你自己身體裡 有另外一個人 被另外一個人支配了 大半夜的 突然間呢 去摘晾著的衣服 跪在地上 疊衣服 晚上呢 不開燈 在屋子裡走來走去 有的時候呢 還會自言自語 自己呢 她知道這些事兒 但是呢 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那段時間的這個田兒啊 清醒的時候就很慌 很怕 但是又不敢跟家裡人講 結果 半個月之後的一天 這天呢 這個田兒是無法入睡的 因為她只要剛想睡著 就像是有人啊 把她給晃醒一樣 根本不讓她睡 家裡的狗呢 當天晚上也是一直叫一直叫 有那麼一瞬間 這個田兒啊 就感覺說自己變得很邪惡 她特別想下床 把狗給殺了 那個感覺呢 很強烈 她努力啊 用自己的意識 跟自己做鬥爭 總算是熬過那個折磨的夜晚 然而第二天白天 就發生了一件 讓田兒終身難忘的事 那天呢 這個田兒的爸媽就上班了 家裡呢 就她自己一個人 那因為頭天夜裡呢 沒有怎麼睡嘛 對吧 那麼天亮呢 肯定要休息一會兒的 當天下午 兩點多鐘 田兒在卧室躺著 08年嘛 家裡有坐機 坐機電話 突然啊 這個田兒家客廳的坐機電話 自己把免提打開了 那家裡當時很安靜嘛 免提的聲音 就特別的刺耳 那這個用過坐機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對吧 好了 當時呢 田兒以為說 這個電話壞了 想起來去客廳啊 把他給關了 然後 就在他起身的時候 他居然聽見坐機 自己撥號了 不是那種緩慢的撥號啊 是那種回撥 很快的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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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就是用過坐機的 應該都知道回撥 好了 這一下子呢 把田兒給嚇懵了 站在這個臥室口啊 就看著這個客廳的電話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那麼就在這個坐機啊 自己撥號完畢之後 嘟 電話響了 通了嘛 這個時候 田兒直接摔倒在地上 為什麼呢 他手裡攥著的手機響了 低頭一看 來電號碼呢 正是自己家裡的坐機 當時這個田兒直接傻了 含毛啪 炸起來了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那種感覺啊 兄弟們 家裡的坐機自己開免提 回撥自己的手機號 想像一下各位 手機鈴聲呢 在想 免提狀態下的這個坐機啊 也很大聲 嘟 嘟 嘟 等待接聽 哇 整個人嚇傻了 恐懼 驚慌啊 那個感覺不用我說了 那麼其實呢 手機是可以直接掛電話的 但當時呢 田兒懵了啊 就撞著膽子 跑到電話旁邊 把那個話筒啊 拿起來 又放下 把電話給掛了 那麼之後呢 這個坐機啊 就沒再想過 從那天開始 田兒呢 大病一長 晚上睡不著覺 是根本不讓他睡 白天呢 是吃啥吐啥 四五天下來 人都已經瘦得沒有人樣了 在後面的事兒 不用我說了啊 各位都能猜到 家裡人呢 看出來不對了啊 瞭解完情況 輾轉是找了好多人 最後呢 在北京防山區 這麼一座寺廟裡呢 找了一位 可以幫到田兒的師父 這個田兒呢 也因此呢 是結緣了佛教 在那個寺廟裡呢 是一邊治病 一邊修行還債 足足在那個寺廟啊 住了半年多 做常住的居室 才讓田兒 徹底的擺脫那件事的困擾 也讓這個田兒呢 就懂了很多東西 所以呢 他把這個故事呢 分享給老朴呢 是希望通過老朴告訴各位 人呢 一定要多做善事 不要作惡 因為真的存在 因果 另外呢 就是千萬不要冒犯 未知的世界 要尊重一切靈魂 真的不要去玩什麼 通靈遊戲 那麼如果手機前的你呢 也有荔色的精力 可以微博私信老朴 好了 讓我們下個故事見